7月21日,河南暴雨灾情依旧严峻 除了捐款以外 许多明星也选择了捐赠物资的方式 帮助解决灾区人民的实际困难 就在今天傍晚 黄晓明所捐赠的20万瓶水已抵达河南 一箱箱水垒得高高的 跟座座高山一样 看上去甚是壮观 与此同时 张艺兴送出的107万的物资已成功被签收 和黄晓明不同的是 张艺兴送出的是项应急手电 备谈这样的应急用品 我上述两位明星 就一把吃喝住行里的喝住行都安排到了 大家想的也是很周全呢 既然是河南 那就不得不提到王一博了 这位老家河南的明星 不仅捐助去了物资 还和韩红基金会一起 将自己送了回去 作为志愿者的他 将亲自奔赴前线 协助进行抗争救灾的工作 除此之外 向肖战会员会 王一博会员会 这样的粉丝组织 也和偶像们一样 自发筹集物资 送往河南 在最近这段明星负面消息 频发的时期 范范真的很高兴 能看到公众人物 发挥积极作用 为社会做出贡献 也真心注意 河南人民 在自己不去的精神 和大家齐心协力的帮助下 能挺过此次难关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